我说到了五都选举 民进党对手现在除了国民党之外 在南二都他们也有内忧 包括了大高雄以及大台南 台南市长许天才会不会也跟进杨秋新 托党参选呢 今天许天才打开了话夹子 他再次强调说 他会给民进党时间来打开僵局 不过呢他却也态度强硬的炮轰 所谓的立委条件交换说 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 他还说一旦托党参选的话 对他而言不论胜负都是输 南市民政局召开例行记者会 媒体焦点早就锁定市长许天才 但主角坚持在等待 说是要给民进党时间跟机会打开僵局 但有些话不图不快 尤其是立委交换条件说 怕的是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机会 当然我想这样 许天才说如果跳出来托党参选 牺牲更大因为不论胜负都是输 我选上也是输 我选不上更输 我选上赢什么 选上是我继续 单金奋斗 两党夹杀 然后为人民 在那里苦撑 为得到什么 不管如何盘算许天才硬是给民进党一记回马枪 要党中央解决选民对台南市长提名人的疑惑 向台南的选民证明民进党到底有多爱台南 民事新闻林俊明台南市报道